哥哥 講什麼土果啊 土果它就是一個果實是不是 米吉文龍湯 對 就像水果一樣 像水果一樣 它多大 差不多這樣子是不是 好像一個蘋果的大小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它是甜的嗎 還是酸酸的 是要 都要是要 啊 就是要看那個啦 成熟度對不對 有些東西也是這樣子啊 它熟了它就變甜了 那還沒有成熟的時候 它就酸酸的嘛 這邊呢 好多格西喔 這些格西都是要用 就是挖土果的嗎 那些都沒有搖晃 搖晃的 搖晃的 搖晃的搖晃的 那個刀子它混到它 是要在土裡面把它 像芙花形和銀鼠一樣 要用手可以鋪得進去拿 水可以生得進去喔 土果這麼麻煩喔 所以你們常吃嗎 這根也就放在裡面 這種水果一年只有一季 一年只有一季 一年一季 長得像蘋果還深埋在土裡 更得用這麼大的鋤頭和開山刀 才能挖出來 欸 我說大哥 你們說的土果 該不會是 很急 洋蔥 啊 我知道了 馬鈴薯對不對 它也叫土豆啊 什麼 不是喔 真的難猜你啊 我根本就大海撈針啊 想說土果 我也不知道長什麼樣子 只到是這樣一顆喔 還跟它 對一對一對 這些喔 對 對 什麼意思 真的什麼 這個泥土的話呢 就是那個土果有繳過的痕跡 所以說要尋找這種土果 就必須要先看路 所以要挖土針啊大哥 有個洞耶 這個嗎 大哥需要這個嗎 我現在大家都把一個樹枝伸進去 很深耶 這方 這個整隻啊 它伸到這邊來耶 就這樣子吐進去耶 怎麼還要繼續挖喔 一個手 三個手 三個手臂 嗯 三個手臂 太深了吧 三個手臂你看 一個 兩個 三個 我們這樣打開 欸 這也比三個手臂嘛 所以差不多一百 要挖兩公尺耶 你該虧我 還久對不對 很深 可以看到它這樣挖的時候啊 還有那個洞 有洞在裡面 這邊 一個小小的洞 差不多這樣子 不對喔 看看剛才開挖的地點 並沒有種植任何作物 只有一堆鬆散的泥土 而且這個小洞 竟然還慢慢的向地底延伸 根據阿法我小小的潛艦 這裡面住的絕非善淚 不是老鼠就是蛇 大哥 你賣腦喔 名人不作暗示 你倒是說說看 裡面住了什麼洞洞啊你 你不要一直挖一直挖啦 挖到這個地洞都快比人還要大了 是在開玩笑嗎 它原本就是這樣子 一個直徑範圍是這樣 整個洞在這邊 然後現在 要去挖 開挖其他地方耶 搞不好我放在那裡會下雨喔 但是 當中間一個小時以後 很辛苦 大哥 為什麼現在 要出動這麼多人在挖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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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哇勢 啊 哇賽 太扯了吧 太誇張了啦 有人這樣趴著摘水果的喔 還記得咱們第一等小組說過 只有兩種情況下會看到這樣的畫面 一是非洲人抓蟒蛇 二是中南美洲人抓螃蟹 沒想到今天還多了一個 緬甸人摘黃金土果 而這也讓人越來越好奇 洞裡面到底有什麼玄機 整個身體進去了 他說它裡面有了 裡面有 長什麼樣子啊 有嗎 有嗎 等一下 大哥就是這個嗎 是這個嗎 一個 對 就那個土果 好像土裡面的那種小椰子喔 對不對 而且水椰子也就是這個大小的啊 等一下 這個是什麼姿勢啊 對不起我不是故意小的 又有一顆喔 大哥 大哥這個樣子 好辛苦喔 大哥可以去拿它看嗎 我們帶路下去拿 哪裡 好 我要下去拿拿看 我們帶去拿拿看 等一下 肉 難怪的東西 是 是牠嗎 這個是牠的母親 母親 對 還土果咧 還講那麼好 我聽土裡面的水果 是蟲喔 所以裡面還有嗎 這裡還有 這個是圓圈的蟲 已經成蟲了 傻眼的蟲 我居然餵了一個蟲 要怎麼做 你像在挖進去 很難 我覺得現在有點忐忑 因為牠很像恐怖翔 我不知道裡面有什麼 很恐怕 而且很深 我現在整個手逼進去了 有耶 文哥 你很像啊 就是小時候 我們會把那個黏土有沒有 揉成一團 牠的那個觸感是這樣子 黏黏的 皮膚舒服 還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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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顆耶 我摸到了 我摸到幾顆 這個土果喔 抓起來是蠻累人的 我現在有一種在訓練我的核心肌群的概念 它外面的洞啊 跟這個 大小有點沒頭 可是裡面啊 超寬廣的 媽媽不樂了啦 太土果了耶 我們要找的根本就是一種昆蟲來了嘛 只是說有奇怪 這隻看起來又黑又硬的甲蟲 用這一顆一顆的泥巴球 到底有什麼關係咧 這是土果的媽媽喔 土果的媽媽喔 土果的媽媽 這些王群這些土果 都是這隻媽媽弄出來的 都是媽媽弄的 都是媽媽弄的 嗯 他是用頭這樣子 把它圍穿那個圓球 你看看 他就像這樣子 然後那個要弄軟 因為他的頭啊 跟他的前腳 跟他的樣子去推 去推他的那個球 然後就慢慢慢慢慢慢 就像滾水 滾那個滾雪球一樣 你看 他就變這樣 變成我大顆耶 而且... 你看 你看 每一顆大小啊 都差不多耶 你看 厲害了喔 好會做湯圓喔 我幫你為東智蟲 東智蟲 媽媽要哭了啦 這所謂的黃金土果 根本就是糞土果嘛 相信眼尖的朋友 應該早就發現 就是一隻糞金龜來歷 雖然名字聽起來不太討喜 不過在虎埃及 他們可是幸運的象徵 也就是電影中赫赫有名的 聖甲蟲 至於這一顆顆看似 用泥巴做成的土丘 其實是糞金龜用牛粉 滾出來的育嬰房 好硬喔 你看 就跟我們剖開那個椰子是一樣的耶 沒有 沒有 真的耶 空空的 來 用 這個有 這個聲音聽起來很猛耶 但是蹦蹦蹦蹦你咬的時候 這個好像就比較軟耶 為什麼有一些殼那麼硬 有一些殼那麼... Oh God Oh God 你屁啦 大哥 要給他媽媽怎麼回來把他搞掛呢 他那我跟他媽媽長一樣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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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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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那我跟他媽媽的 你... 哎呀好軟喔 媽媽的 你... 要死我 你看看 哎唷 好 嗯 冷靜一點 好 確實啦 跟... 大哥 大哥這是什麼 大哥 大哥 他那滿一點一點 他大便 他大便 我們初次見面 你都大便在我身上 但他背後這個 背的東西是什麼啊 阿阿白有 對 那個都是大便 他這個是第一個過程 稱呼叫 這個是第一個過程 什麼意思 就是說完全裡面還有大便 他完全就... 所以會有些 裡面是已經沒有大便的了嗎 還有三個過程 有三個過程 這個是第一個過程 完全還有大便 第二個過程 那麼大便已經排出來一些了 對 第三個過程的話 是最好的 最好的 那個都是金黃色的 全部都是金黃色的 大便完全沒有了 咖哩 真的是 還說得那麼好聽 什麼土果很稀有很好吃 一年只有一季喔 現在又說什麼 分為三個階段 第三個階段 是金黃色沒有大便 開什麼玩笑啦 就算大便清了 再怎麼乾淨 分金龜不是從一出生 就吃牛大便的 豬牛大便的 用牛大便的 有辦法跟大便兩個字 劃清界限嗎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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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你們說他真的很... 夭壽喔 褲子也有 我剛剛找他的時候 故事破洞 突然能順動 還在他的大便 唉唷 我把他拿滑 喔 行在那邊 這樣 好啦 這個就第二段 你看滑群 大便是不是已經快排完了 你看 這個就是 那個第二階段的啦 而且你們看他這樣軟的程度啊 有點像什麼 豆腐 我說大哥 現在你是在玩出雞蛋嗎 可可都有不一樣的驚喜咪 雖然看看這第二階段 少了背上那一大包 黑黑額額的玩一額 是沒有這麼可怕啦 但是蛋都開完了 你說的第三階段咧 乾淨的金黃色咧 還不會舒服浪我的吧 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真的是很貼心耶 為什麼呢 因為剛剛我們看到 第一階段第二階段對不對 最高階的我還沒看過 剛剛好心人呢 就把它帶過來 完整的 在哪裡 是這個嗎 嘴巴 等一下 它摸起來的感覺不太一樣耶 天啊 它外面是脆脆的 我們剛剛摸的都是 全身都軟的嘛 可是它是 就外面有這種 像是已經炸過的 有裹過那個麵衣的 拿下去炸的感覺 跟剛剛的相較之下 我反而覺得 這個比較沒那麼可怕 所以大哥 這個會是最好吃的部分嗎 雪布的 太多觀眾 對啦 這個要不呢 他們的名字是很像雪布 雪布 所以就是黃金的意思 然後就是蟲的意思 就代表說金蟲 黃金蟲的意思 對啦 對啦 黃金的金 各位觀眾朋友 不要想太多哦 OK 威哥 你翻譯就翻譯 換眼睛快一點嘛 害我們在場的男士 輕一跳都漏了一拍 只是沒想到 原來當地人所說的黃金 還真的是一語雙關 除了有牛大便的意思 更是比喻著第三階段 黃金蟲的稀有很美味 好 衝著你們這麼精疲的比喻和解說 就算感覺像是在吃牛大便 我也把它吞下去 有沒有 本身就已經黃金色的 現在炸出來也是黃金色的 有沒有 兩隻 一隻 回事誰吃呢 一隻大哥 一隻 我們就給現場的朋友了 開玩笑的啊 當然是我要先吃給大家看啊 大哥 你吃一隻 你吃一隻 好不好 餵著餵著餵著 大哥 你是都是整隻這樣吃嗎 還是你也要說 我都很差的 阿可怕的 很差的 很差的 好吃嗎 好吃 這麼好吃 好吃到你剛剛 他剛剛超浮誇的耶 他這樣 有 到時候推入幾步耶 好 我先吃 學一下大哥 我現在吃的部分啊 應該算是 他的殼吧 他的殼 蠻好吃的 蠻好吃的 有點像是 我們在那個 鮮酥雞的攤啊 有時候會點什麼 炸雞皮 但是雞皮 但是 比較薄的那個雞皮 蠻香的 蠻脆的 蠻好吃的 這邊也可以吃嗎 可以喔 很熱 好吃 味道 二人 三人 Tex 本來就有opes 我記得 腿 尾端怎麼有一種 腥味 厚吧 那是最好的有 最好的燃養 最好的燃養 就是太久了 ��頭 有些人 吃臭 hills 不會把黑黑的部分去掉嗎 也就像是這樣 它有一點苦苦 然後 有一點點心啦 但是 是可以接受的 不會是讓你覺得 什麼東西這種感覺 不會不會 好現在前面應該是 就比較好吃了 因為它前面應該就蠻脆的 喔 好吃 卡滋卡滋的 喔 這個部分呢 就很像那個 雞軟骨 雞軟骨它就有點脆脆的 只是它的厚度沒有像是雞軟骨 這麼的厚 所以咬起來 喔很香 是好吃的 沒有我心中想像的那麼可怕 其實我剛剛一開始 從那個 有沒有 烏果拿出來的時候 會覺得 天啊 這個東西我能吃下去嗎 但是現在炸出來就覺得 其實不錯耶 哇塞 沒想到大哥吃黃金蟲 也有freestyle呢 比我還愛耶 雖然俗話說 眼見為憑 但最近也有人說 眼見不一定為真 就像咱們挖掘黃金土國的過程 不到最後放進嘴裡的那一刻 打死我也不相信 從出生到死亡 與大便息息相關的糞金龜 有什麼能耐被緬甸人 冠上黃金蟲的名號 而我也相信 除了美味之外 在物資缺乏的鄉下地方 糞金龜 則是當地人 最重要的蛋白質來源 可能比雞蛋 魚肉還要來得重要 如此看來 誰還能說 他不是這裡最珍貴的 黃金蟲呢 喜歡嗎 記得按讚 加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 才不會錯過 我們每一次的 抽獎 弄好禮活動哦